香港日记 1996年4月15日至18日 自食其果 内心虚弱 作者 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4月15日 星期一 我不在香港期间 钱果峰公开表示临时立法会具有法律依据 却说不出什么实际理由 这番略为离奇的发言 激起不少争议 媒体当然马上开始抨击行政局的集体责任制 张建立在报章上撰写了几篇精彩的文章 对临时立法会的合法性提出严重质疑 麦里决希望就集体责任制进行商议 其他人则想讨论中方准备成立的临时立法局事宜 碰巧的是 这周鲁平来港参与筹委会的工作 他的原意是来征询港人意见 但几个示威者引起广泛的关注 因此打乱了他们的脚步 鲁平他们在这周的表现美下欲况 还拒绝与包含民主派议员在内的教师团体会面 结果得从后门进出会议场合 显然 他们让大众的噩梦成真 证实了协商会只是一场闹剧 中方强迫我们整治立法局 现在却得自食其果 布莱尔的顾问文德森访港时 我碰巧不在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读起来虽然文采翩翩 却暗藏不少政治意图 他说自己很同情我陷入困境 还说我需要的是一名中间人 他该不是在暗示自己吧 其实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处境特别难堪 倒是鲁平 如果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应该会非常受挫 好友加雷琼斯夫妻前来做客一周 他和瑞士银行的人一起来香港 我将在本周稍晚与该银行进行会谈 李德恒与妻子西西一起来吃晚餐 让我想起了旧日时光 我和加雷琼斯再次为了拿破仑而争论不休 他打心底就是个拿破仑主义者 4月16日 星期二 今早的行政局会议上 我回顾了所有关于立法机关和临时立法机关的论点 直到1997年6月底为止 香港都只有一个立法局 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理都没有提及要成立临时立法会 因此在1997年6月底以前 这样的临时机构并不具有任何宪法地位 至于在那之后的地位问题 就留待中方自己去提出主张了 我察觉到港府在过去几年 一直宽容对待集体责任制 例如我们没有把钱果峰最近的发言归类为专横的内容 我认为行政局的多元背景至关紧要 因此打算在交接前继续采取这种应对态度 经过长时间讨论后 大家都赞同我的说法 问题终于告一段落 我想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两名香港华人受邀来到港督府 我曾在菲律宾为他们的案件发生 这两人在监狱里待了四年六个月 最后成功地洗清贩毒罪名 他们参加的旅游团中 有部分马来西亚人因贩毒而遭逮捕 警方误将他俩指控为共犯 我们会全力协助他们摆脱这段糟透的经历 4月18日星期四 立法局议员在问答会上提出不少 关于预委会和临时立法会的问题 也有人建议将无意协商的部分人士排除在外 我依循行政局的讨论结果做出回应 周南释出善意 邀请陈方安生与他和鲁平共进晚餐 但这对北京搭档却表现得寸步不让 尽管临时立法会并无实际作用 但鲁平依然坚持在交接前把他设立起来 我估计中方希望在我们的默许下成立临时立法会 以免在6月30日之后引发骚动 他们非常害怕失去掌控权 因此做出各种举动 下周陈方安生将和首席大法官一起受邀前往北京 我们期望他能和别的高级官员会面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大家 谢谢观看